我想这点都空了 因为他可以 他会 他会学一下 因为他本身喜欢唱歌的人 他就他就谈一谈谈一谈唱一唱 很愉快 所以他就是 我相信他可以学一下 第一名暑期班报名的 哦 对 我相信他会有兴趣 那一般如果说 你一直闷着头想要演奏人 你通常就是 你大概学个一两期 两三期 你发现你就会不想学 因为你发现太辛苦了 那学不下去了 你知道吗 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 那我本来就建议你们就是 要不然你说 你说从来不唱歌 你从来不想唱歌 没关系 那你学伴奏啊 你伴奏伴奏 你伴奏你也是会一样的道理 人家就好比人家在唱 你伴奏进步当然更快 因为你要伴奏的话 你会 你会要求自己 你要需要的东西更多 其实伴奏是完完全全面临一个 最最最最完整的啦 所以你要多练习伴奏 你上来谈以后伴奏 你面临了糟糕了 你歌要怎么开啊 你要怎么开歌 对 好开歌开完之后 歌姓人家唱进来 你要会打拍子 和弦你要会跟着上 然后你中间的话 你要学叉叉音 你如果说你 你要学学叉叉音 但是你不叉音你也没办法 你就是那你知道你自己啊 原来我需要叉音 不然我这样太单调了 对不对 好人家歌音唱完以后了 你要开始建奏 建奏就是你在弹琴 平常你就是在练就这个东西啊 你要开始建奏 好全部唱完以后 你要结尾 你要怎么结尾 所以说伴奏是最完整最完整 你把所有你需要的东西 你全部都练到 所以说你要勇于学习伴奏 你即使是弹一个简单的歌 你当然自弹自唱有个缺点 自弹自唱的时候啊 因为你整天都靠歌 靠歌在唱 你开始呢 你弹琴的时间就少了 你练琴的时间少了 对 因为应该就错了 七种 那这个也算一个啊 那今天讲的西部 他也是 关系这几个都有连带关系 所以你拍得会打 你也不要觉得太学太多 就一样的东西好好研究一下 西部 接力吧 还有 这几些 你学一学 然后用点心 用点心在和弦上面 这样子 稍微花点心思在这上面 那至于歌曲的话 倒不重要 不要以为说 你要练很多歌 不是 没有必要 你像很多同 很多歌 你说像他们弹的就是 那个很多 我连教都没教过 可是当你 其实 你把基本东西弄好之后 就可以弹多了 来了哦 所以大家有概念啊 你就把这些基本东西 拍子会压 然后拍子会打 和弦会压 这样才是歌曲多少没有关系啊 你这些基本功弹啊 你就 不需要我教啊 像我 像那个最最最最最明显的 那叫什么名字啊 那个我常常连那个歌名都讲不出来 这个 但是大家会喜欢这首歌叫 那个什么 《雨落下的声音》是吧 那个 她也弹这个 但是我也 我有PO过这个 也是小沈啊 小沈也在弹 也有弹这首歌 我从来该有的东西 念完 不需要我教吗 也不是说每一首歌都要我 不需要教 你们自己有兴趣 你们就可以去了 自己去玩 那至于弹得好玩 那就看你们平常 就是西部的功力 你看你怎么样 那是慢慢再增加